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灵我家园 欢迎收看12月28号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市长卢秀燕上任后人事公布一波接一波 28号上午公布第六波人事 分别由9任公务员的张金钗以及陈如昌出任副秘书长 独发局长则是由建筑师黄文斌出任 卢市长也表示 三位都是台中人才 他们住在台中对城市很有感情也很有了解 他们一定会善尽职责做到最好 市长卢秀燕当选后陆续公布五波人事案 强调给年轻人机会大量启用在地人才 28号上午再度公布第六波 分别9任公务员的张钦钗和陈如昌出任副秘书长 肯定他们长年来的能力和付出 三位也是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我们就地取材 他们都是我们台中人 所以我想这次的我的内阁理念 尽量当然也会有少数的例外 但是绝大部分我们看见台中的人才 那我们禁用台中的人才 那我们让他们在台中有所发挥 我想这是我这次的那个跟其他城市 或者跟以往比较不同的地方 而都发局长则由建筑师黄文斌出任 具有建设和都市规划专长 冯甲大学建筑系出身是建筑工会主任 也是开业建筑师 在市长邀约后几经挣扎 决定放弃原本的职哀 进入工部门为市民打拼 我要处理后续已经在进行中的很多的案件 其实也很麻烦 但是我觉得对个人而言 这是一个具有挑战跟学习的机会 未来在台中市政府都市发展局局长的职务 一定秉持专业创新 竭尽所能为发展台中成为一个 美丽有感的幸福城市 市长表示自己是急性子 所以找到人就陆续发布 最重要是找对人才为台中服务 也强调台中一定要建具弹和会展中心 期待新的局处长能规划新建相关建设 让经济城市起飞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